五一勞動節 應全面放假 今年五一勞動節在星期日 適用勞基法的勞工隔天不加一天 但全國教師公會總聯合會認為 同為受僱用的公務員、教師及受僱醫師等 卻正常上班 其中隱含的分化完全違背勞動節的意義 而父母休假、子女上課等 這種不一致的放假模式 也造成許多受僱者的困擾 那這些人同樣都是擔任勞工 從事這些受僱者的一個工作 卻被這樣子排除 我想在這樣的一個制度如果持續下去 不只是一效國際大方 另外就是造成我們勞工之間的一個分化 我想這也不是強調 這個政府強調對照顧勞工 應該所做的一些行為 在公家機關服務的 那他要去上班 那他在一般企業服務的 他不用去上班 所以這樣的一個假日 就沒有辦法造成一個全家 有一個假日的整個取家和樂 然後發揮親子陪伴的作用 全國教師公會總聯合會強調 五一市國際勞動節 全球有近百個國家都定為國定假日 在紀念勞動節同時 更要喚起社會對勞權重視 希望行政部門 儘快完成紀念日及節日 實施辦法的修正 真的就是希望今年就是最後一次 2023年開始全台灣的受僱者 在五一勞動節當天都可以 台灣的受僱者都可以按照 這個國定假日的方式 全國的勞動者都放假一天 有些人沒有上班 有些人上班其實也是蠻困擾的 假設如果說那一天 大家都是同步就是放假的話 或者是同步上班的話 對我們來說 對行政機關來說 那當然是比較 比較好的一個做法 對此中央行政部門也曾向 全國教師公會總聯合會回應 訂定國定假日所負擔的加班費 會產生更多的社會成本等因素駁回 而目前國內公務員及教師 屬於公保範圍 軍人則是軍保 未來要如何釐清規範 避免兩邊猶疑 還是政府及民間 需完善討論的重要議題 原是新聞 昆迪普拉路樣台北市財方報導